上回咱们说南辖展昭跟丁兆兰丁兆会的妹妹丁月华是笔剑联姻。 月华小姐回到秀楼在这坐着。 正纳闷呢,二爷进来了。 妹妹。 宝剑可被南辖留下了。 什么? 小姐刚问了一句什么? 二爷往前一凑合。 妹妹,这可都是老太太的主意。 一会儿您去问老太太吧。 妹妹,我就给您道喜了。 说完话之后,就把南辖这口聚雀宝剑放下了,乐着就跑了。 小姐明白了。 小姐心里很愿意,当然也就不说什么了。 咱们再说,二爷到了前厅。 这时候呢,老太太已然回归内宅了。 哥儿仨重新入座。 大爷说, 哥哥, 咱们可先亲后不改, 我们哥儿俩还叫您展兄。 好啊, 这样咱们更随便点儿。 哥儿仨饮酒吃饭推杯换盏开怀唱饮。 南辖展昭就在墨花村丁家住了三天。 展昭要告别, 丁照兰丁照会不放啊。 展昭偏要走, 二爷说这么办。 哥哥明天您正要走, 我们呢, 就在望海台摆下一桌酒宴。 一来呢, 陪着您赏完江景, 二来呢, 给您渐进行, 您后天再走怎么样了。 好吧。 展昭答应了。 到了第二天早饭之后, 三个人就出了庄门了, 望西走了一里多地, 然后顺着山路, 望上走, 山道弯弯曲曲, 哥儿仨就来到山岭之上。 南辖展昭望着一看, 真是登高望远啊。 这地方呢, 正好是丁家庄的后辈, 就在这山岭之上盖着五间房。 站在这房前望下一看, 水势茫茫, 犹如雪恋。 再看水中船只往来, 络绎不绝。 好。 南辖展昭心中十分喜爱, 在这儿观赏江景, 痛我呀。 时间不大, 方方圣腾酒宴摆上了, 哥儿仨落座, 一边喝, 一边聊。 聊得正欢呢, 蹬蹬蹬, 跑过一个人来。 展昭一看, 这穿上打扮就知道, 这是个打鱼的渔夫。 这个人在丁大爷旁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, 就听丁大爷说, 去, 告诉头目妥善处理。 丁二爷呢, 就没往心里去, 展昭是客人, 虽然说连了阴了, 现在也不便多问, 仍然坐着喝酒。 这个打鱼的人走了, 一会儿的工作, 腾腾腾又上了一个, 这跟刚才那可不一样了, 慌慌张张。 走到大爷面前说了几句话, 二爷可听见了, 刚听了一半, 二爷就急了。 这还行吗? 还有没有规矩了? 这个渔夫, 就瞧着瞧丁二爷, 二爷您说怎么办? 把他给我叫来, 我看看。 展昭一瞧, 这里头有事了, 展昭就问呢, 二位贤弟怎么了? 第二爷说您不知道, 我们这松江的遗传呢, 分两家馆, 以炉花荡为界。 在这炉花荡南边, 有一个岛叫陷空岛, 这陷空岛里头, 住着一户炉原外, 这卢太公啊, 当初在日之时, 乐山好施, 家中聚户, 生了一位少爷, 这少爷叫卢芳, 卢芳也好, 跟乡里乡亲非常和睦, 没有人不夸他, 因为他有一种特殊的本事, 爬杆谁也比不了他, 所以仁宋绰号, 叫他钻天鼠, 哦, 南辖展昭可久有耳闻, 他用心听着, 二爷盯着会接着说, 这炉方, 拜了一盟靶兄弟, 跟四个好朋友, 结成武艺, 炉方岁是最大, 所以是大爷, 大爷炉方, 二爷呢, 姓韩叫韩张, 他是个韩武出身, 他能做地勾地雷, 所以有个绰号, 叫彻地鼠, 他是黄州人, 展昭一听心中清楚, 彻地鼠韩张, 哦, 展昭往下听, 二爷说, 这三爷呀, 姓徐教徐庆是个铁静出身, 能探山, 能探山, 同时钻十八个山洞, 所以呢, 江湖人称川山鼠, 这个山西人徐庆, 功夫可真不错呀, 跟您说, 这四爷更新鲜的, 身材瘦小, 形如病夫, 为人机巧灵变, 至博最好, 大客商出身, 家里有钱哪, 金灵人士, 姓蒋明平自责常, 他能在水里待着, 在水中睁开两只眼睛, 能看见水里的东西, 看得清清楚楚, 所以人送外号叫翻江鼠, 南侠展昭点了点头, 心说望下得说白玉堂了, 二爷盯着和一晃身行, 我跟你说, 展兄, 他们这五爷, 可跟这哥四哥不一样, 气宇不凡, 少年华美, 可是为人阴险狠毒, 行侠仗义的意识, 就说做出事来, 太刻度了, 他是金华人, 姓白双鸣玉堂, 因为他长得好看, 文武双全, 所以呢, 人给他送个外号叫锦毛鼠, 展昭说这五爷锦毛鼠白玉堂, 我可认识, 我正想访访他, 跟他交个朋友, 展大哥, 您怎么认识他呀, 南侠展昭就把苗家吉的事情, 跟丁大爷丁二爷说了一遍, 正在这时候, 腾腾腾, 上了俩人, 一个是刚才报事这个, 一个呢, 来到大爷面前, 二爷面前, 怒不横眉, 把手望出一身, 二百元外, 你们看看, 他们过来抢鱼, 我过去拦他, 他们把鱼抢走了, 还不算, 把我弄去, 把我四个手指头给削掉了, 叫上一大拇指了, 二位元外, 这可是您的好朋友, 丁大爷一看, 你别多说话了, 快, 把船只掉来, 我要亲自前往, 这大鱼的一听大圆尾, 要亲自去, 就不说话了, 展昭展雄飞站起身心, 望下一看, 感情底下, 喰, 船走了, 得上这四十多个大鱼的, 展昭一看有事, 好, 我跟你们哥俩一块去, 展大哥, 您随我来, 三个人腾腾腾, 又打这高台上下来, 一块来到庄前, 人全都准备好了, 这些打鱼的手里都拿着兵刃的, 丁兆兰, 丁兆会, 跟南辖展昭展雄飞, 都是类配宝剑, 来到停船的地方, 展爷一看, 两只大船, 大圆妹丁兆兰上了头一只大船, 二爷丁兆会用手一掺这展昭, 两个人就上了第二条船, 后边就有一百条小船, 就顺着水奔炉花荡来, 等到了炉花荡的旁边, 往对面一看, 全都是鱼船, 一眼望不到边, 南辖展昭拿眼睛一数, 起码得有一百五六十只船, 展昭心说, 这一定是抢鱼的贼, 丁大爷船往前走, 二爷的船在后边跟着挺紧, 船跟船离着不远了, 就瞧见对面正当中这条大船之上, 站着一个人, 长得点凶啊, 手里托着七股鱼叉, 丁大爷用手一指, 对面这个人,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, 我们双方是有规矩的, 以炉花荡为交界, 你为什么善敢过荡, 抢了我们的鱼, 还伤了我们的鱼后, 啊, 没想到这人一拖着鱼叉, 一晃身形, 把嘴一撇, 什么交界不交界, 管不着, 我们这鱼少, 你们这鱼多, 暂且借用, 你要不服, 过来, 鄙视鄙视, 丁大爷呢, 一听这人说话不讲理, 仔细一看, 不认识, 一般的呢, 炉花荡对面的头目, 丁大爷丁二爷, 都有个手脸, 丁大爷这人沉稳, 一瞧这人, 没见过, 大爷把脸梦下一沉, 我没见过你, 你姓什么叫什么, 不认识, 告诉告诉你, 姓邓明彪, 人称分水少, 好啊, 邓彪, 我随不认识你, 我认识你们家的五位园嘛, 哪个园外在家呢, 哎, 我家园外全都不在, 这船队啊, 现在归我管, 敢跟我支气吗, 说着话, 他一刀手中的七骨鱼叉, 大爷看出来了, 他这叉要飞过来, 大爷手一按这宝肩瓣, 就在这时候, 二爷的船可到了, 二爷听见这兴邓的小子, 出言不逊, 把暗器拿出来了, 二爷这暗器叫什么呀, 他自制的, 他自个儿给起的名, 叫竹蛋丸, 竹瓣一块, 一尺八寸长, 二寸五分宽, 五分厚, 当中间刮的一槽, 这竹蛋丸呢, 是用这黄蜡掺着铁沙子, 给钻的一块, 大小的跟河头大小差不多, 什么时候用, 什么时候安上, 要在几十步以外, 二爷要把这竹蛋丸打出去, 是百发百中, 他不是弹工, 又不是鲁工, 所以呢, 他自个儿给起个名, 叫竹蛋丸, 这玩意儿啊, 是二爷丁招会小时候弄的玩意儿, 他现在使出来, 也照眼能当暗器使, 他听这邓彪说出话来, 不像话, 一瞧大爷手按宝剑半的, 信说我给他一丸子吧, 二爷一抖手, 插了一下, 这竹蛋丸打出去了, 展昭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, 大爷也不知道, 可是邓彪也不知道嘛, 大爷那宝剑还没出侠呢, 就听扑通一声, 这邓彪游打船上, 落到水里了, 因为二爷这竹蛋丸打着他了, 虽然说邓彪掉在水里了, 他会水呀, 二爷这一旦门打上去, 这些鱼虎蹭蹭蹭全都下水了, 就把这邓彪给逮住了, 把邓彪拖出水面, 一下就拽到丁二爷的船上了, 邓彪不服, 好, 小子, 用暗器伤人, 我跟你没完, 展昭这时候才知道, 这人中了暗器了, 仔细一看, 就瞧就那邓彪, 没存这儿竹取大紫包来, 展昭一瞪眼, 你既然备货糟勤, 你还喊什么, 我问你, 你家五元外是不是姓白? 姓白怎么样啊? 姓白的招你招你了, 五元外呀, 不在家中, 下山了, 哪里去了? 上京城了, 找什么玉帽去了? 南辖展州这么一听可坏了, 刚才丁昭惠已然说了, 这五爷白玉堂微人刻薄, 而且我在苗家级已然看出来了, 现在他上京城找我去了, 哦, 他们哥五个人称无数, 我被当今万岁, 欲刺欲冒, 白玉堂找我去了, 我可不能再此久待呀, 南辖展昭想到这儿, 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, 二位贤弟, 看在我卢方份上, 恕我失察之罪, 我情愿认罚, 展昭顺声一看, 唰的一下, 游打水面上飞也相似, 来了一只小船, 展昭可听见了, 这人说了, 看在我卢方的份上, 这个人就是陷空岛的大爷, 钻天鼠卢方, 展昭一看, 这位卢方长得好人样的, 身体魁梧气宇悬昂, 一张紫巍巍的四方大脸, 紫中透亮, 一部黑胡须飘洒在胸前, 一吃五六成滋润一极, 嘿, 南辖展昭按数大致, 好一个江湖义士, 这说话, 丁兆兰, 丁兆会双手一抱拳, 卢兄请了, 卢方赶紧抱拳还领, 二位贤弟啊, 这个邓彪是我新收的头目, 他不尊约束, 实在是我卢方之过, 他依然委了成约了, 任凭二位贤弟吩咐, 人家卢方说话挺讲理, 丁大爷这人也挺讲理, 兄长, 既然他不知道, 也就不用说他了, 这是无心之过, 来呀, 把邓彪放了, 这打鱼他不干哪, 大爷呗, 他们可抢了咱们不少鱼具, 二爷盯着回一瞪眼, 少说话, 卢方可听见了, 卢方用手一指, 你们把那边的鱼具, 抢来多少, 送还多少, 啊, 把邓彪的头目隔去, 拿我的骗子, 送到府里头, 该什么罪, 治什么罪, 丁大爷这么一听, 卢方这么办, 可太给面子了, 双手一抱拳, 大哥, 是我们的余具, 我们收下, 再说了, 事情已然过去了, 不知者不怪, 您哪, 说说邓彪, 也不要把他送交官府了, 好, 那么我卢方多谢了, 双方言和了, 调转船头, 卢方带着船回归陷空岛, 丁大爷, 丁二爷, 把船只调头回到庄上, 等到了庄上, 丁道兰就把这萧区四指的余户叫来, 给了他二十两银子, 你呀, 回家好好调养伤痕, 如果没法干活了, 你们全家归我们哥俩凤阳, 多谢大元外, 多谢大元外, 这个余户拿着银子走了, 展昭展雄飞就跟丁兆兰丁兆会说, 二位贤弟呀, 刚才我听邓彪说了, 说五爷白玉堂不在山中, 上东京去找我, 二位贤弟, 赶紧背下快船一支, 我得回家, 跟家中主妇好了, 马上购奔东京, 我可得立刻就走啊, 丁家哥俩听明白了, 没法再留了, 只能答应, 然后背上酒烟渐行, 展昭到了内宅, 给岳母丁太君磕搬头, 这哥俩呢, 就把展昭展雄飞一直送到停船的地方, 瞧着展昭上了船了, 三个人拱手而别, 南侠展昭是归心似箭哪, 走得挺快, 这一天天交二谷了, 南侠展昭已然进了五金县快到家了, 干脆我连着夜走吧, 走着走着走着, 走到榆树林, 就听见有人喊, 叫人呐, 了不得了, 有打门棍的了, 快叫人呐, 展昭展雄飞是个行侠坐椅之人, 蹭蹭蹭, 他迎着这声音就过去了, 借着星斗月色光滑一看, 一个老汉背着一抱抱, 一边跑一边嚷, 喘得连气都上不来了, 后边有人蹭蹭蹭撒腿就追, 展昭一看, 这人手里拿一大棍子, 一边跑一边也喊, 了不得了啊, 有人把我抱抱给抢走了, 展昭心说, 你要节道, 拿这棍子要打门棍, 你还让他, 展昭就跟这老汉说, 老人家, 你先藏在树后, 带我拦挡于他, 这个老人往树后一藏, 展昭展雄飞望下一蹲伸, 这个人竟然往前跑了, 展昭啪, 腿往前一伸, 那人跑得太快了, 噗通一声, 让展昭这条腿给半趴下来, 趴在地上, 来个嘴吃屎, 展昭上前一摁, 借下他腰筋的大包, 寒烟覆水, 蹭蹭蹭, 四码船蹄, 就把他捆上了, 你看哪, 这还跟棍子呢, 把这棍子一插, 把这人斜着给支起来了, 展昭来到树后头, 就问这个老人, 老人家, 你姓什么叫什么, 家中哪里, 慢慢讲来, 哎呀, 这个老人跪倒在地, 叩谢恩空救命之恩啊, 老张你起来, 不必多礼, 我问你贵姓高明, 这老人起来了, 老汉我姓言叫严福, 奴随主姓, 住在严家庄, 请问恩公贵姓, 住在何处, 老人家, 我姓展, 离你们严家庄二里, 有个玉洁村, 我就住在玉洁村, 咱们可是街坊啊, 那, 您是不是展大官人哪, 听说您一紧还乡, 我家少主人, 也经常提起您的大名啊, 哦, 展昭明白了, 这么说, 你家主人是不是严查散, 您听, 这严查散, 又勾起了一件冤案, 下回再说, 主人。 感谢观看